的话我们需要什么 去把那个档案 那个档案假设一个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后面串的东西一定是一个变数 刚刚是什么呢 从三重点TST 所以你就串在后面三重点TST 后面一定会变 所以我们大概先弄一个 大概三重点T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你后面用一个变数串接的话 那特别注意这个小R就失效了 也就是这个小R 是仅限于就是没有做任何串接行为的时候 可以用小R 但是如果你后面有串一个变数的话 很抱歉 小R就不能用在这个地方了 变成你就要乖乖怎么样 乖乖变两个双一号 OK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什么 我需要把什么呢 把这个木录里面的 所有档案帮我列出来 有没有 我希望怎么 先抓第一个 它是三重点TST 第二个中立点TST 然后丢给我 那丢给我什么 我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后面 串在后面 然后它就可以帮我开档 读档写档 OK 所以关键的地方怎么做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你Google一下 不见得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 因为我也Google过 网路上提供很多方法 但是写的都好复杂 干脆自己写 简单多了 我教各位怎么写 非常简单 底下东西我先注写 第一步的话请你Import Import什么 Import OS 后面的话我们会用到一个叫 这个 叫做OS.work 不过你可能要写一行 先Fort回圈 为什么因为呢 这个回来东西一定是一个串列 所以你必须要去接它 而且它会丢给你一次给你三个东西 什么东西 第一个root 就是你那个路径的名称 第二个给你什么 所有的目录名称 第三个给你那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名称 然后空一格印 在哪里呢 这三个在OS.work 所以这边的话 你上面一定要先Import它 不然会失败 关火之后的话你跟它讲说 请你帮我去哪个目录下找找看 那我就跟它讲说你到我这个目录 你刚跑啊 跑过那个comment他就记得 OK 这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这个里面来 他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里面的所有的 好一帽 然后呢 他会帮我把这个里面的所有档案怎么样 都丢到files 目录名称会放在di 可是我只需要什么 只需要这个files 所以可以怎么样 把它print一下 这个把它print 当然其他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他会print这个 我们只要这个 所以你会发现print之后的话 直行run一下 你会发现 他这边会出现 这个路径一样 这个地方加什么 加个小r 否则他那个 脱一字缘会失败 他不认得这个 这个时候的话 Return 回来慢慢 三重.tst 中立.tst 有没有一直到哪一个呢 最后一个 凤山.tst 那等于是我们已经把这个串列取得了 再来做什么 就是把它一个一个取出来 一个一个放到那个地方 一个一个把它读取 写出 append到后面去 然后跑完回圈之后 合并完成 应该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如果这个我觉得熟练都 程式不多 但是一行都不能写错 好第一个完成了 第二个话接下来做什么呢 我要把它逐个逐个取出来 那怎么逐个取出来 很简单 两种写法 你可以用for i 你也可以用for each 我们用for each for each file 我就不加s 在这个files里面 这个files的串列里面 帮我一个个抓出来 所以它会先抓三重到files 再抓中立 ok 那底下的话我需要什么 把这些 再把它注解拿开 然后按tap 第一下 第二下 然后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files的名称 串到这个的后面 三重.tst 串接在这里 有没有 就是把三重.tst 放在哪里 放在这里 ok有没有 所以它第一个会读到三重.tst 然后开起来读出来放这边 然后append到这个o里面去 应该懂这个逻辑吧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把它write这个c 不过最后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我最后有多一个换 特别是为什么 请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三重.tst 它底下最后这边是没有换行的 ok 它只是一个空白 那我怎么知道 其实你会发现你用这个软体看不出来 一般我习惯会用另外一套 按右键有一个notepay++ notepay++里面的话 有一个 检视里面有一个叫特殊资源 把所有资源显示出来 如果换行叫crlf crlf crlf这边都有换行对不对 我把它ctrl-缩缩小一下 ctrl-ok 你会发现呢 它这边都有换行对不对 到最后一个呢 只有空白 空白没有换行 没有换行会怎么样 它就接到后面了 所以怎么办 那我们干脆输出了 帮它加一个换行吧 不然的话它没有换行 这样会变成说中立就加到后面 所以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有的时候 如果你看不出来 我是建议你去装这个软体 它叫什么 按右键notepay++ 这个一般写程式都一定会装 因为它其实可以开很多大部分的程式语言都可以开 而且它里面这个功能 检视特殊资源这个 显示所有的那个资源 这功能还蛮好的 其他当然你有语言 你会发现这边 你要开java 这边也可以对应java javascript 或者是什么 常用r啦 python php 这些都有 所以基本上可以拿这个来做一点事情 我们主要是显示那个资源OK 那再来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程式基本上我看一下 应该就已经写完了 最后合并完成这个不用放里面 应该是放外面才对 不然它跑一个合并完成 跑一个合并完成 这有点多 所以应该是放最外面 好 最关键时刻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有点像那个火箭要升空了 是不是火箭升空到最后会不会爆炸 好 好 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里面没有O 确定一下 然后我把它按个执行 它就怎么样 一个一个抓过来之后 一个去开 开完之后的话呢 再帮我append到后面去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合并完成 太快了 感觉细节都还没看到 它就已经做完了 有没有多一个O 有了 而且是86kb 应该全部加中起来 打开看一下 理论上三重 中立在这里 中立在这边 所以如果这边换行是我们自己加的 从这边它后面呢 如果你没有加刚刚那个换行的话 那它就变成说 这一行会跑到上面去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一段程式 第一段 但是呢 特别注意哦 这边还有一些地方 可能要注意的 就是呢 如果你不小心 又按一下 它又合并完成 那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哦 256kb 那如果再按一下呢 它又合并完成 它会变什么 597kb 为什么 因为它会把自己再合并进去 因为它是A模式哦 那所以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你执行的时候先检查 O.TSD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应该把它删掉 不然它会一直膨胀 就不对了 OK 所以这边可能要多个公开 请各位先试一下 好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 当然 啊 好 柠檬